大家好,我英雄 今天跟大家開箱曲奇餅 曲奇餅是GMK 和Sweetenian 聯合製造的曲奇餅 你看它的盒子很漂亮 這裡有個雪花 這裡有貼紙 有種蜜雞在裡面 我們現在開箱其中一盒 因為我們有一個大曲奇 有一個小曲奇 包裝是這樣的 我撕破了 打開盒子後 會看到一張做蜜雞的聖誕卡 寫著Merry Christmas 大家可以在這裡寫祝福語 裡面有一隻雞 你猜一下這個是大哥還是弟弟 這個是大哥 還有 兩塊抹茶 Rasberry的曲奇 還有兩塊黑巧克力 這個包裝也很漂亮 可以試我的手掌 可以比較一下它有多大 這個可以勾在袋裡 可以勾鎖匙 我覺得很好 因為這裡有兩個扣 你喜歡扣什麼都可以 可以選擇 很可愛 你看看它 我們先試一下 這個 這個是有70%濃度的黑巧克力 它製作是低糖 和沒有防腐劑 如果大家記得我上一集 介紹到巧克力的話 應該記得我是不喜歡吃甜的 但我覺得這個不錯 因為有70%的黑巧克力 不會像平時的巧克力 甜的東西 而且它沒有防腐劑 這東西真的很好 我們平時吃太多防腐劑 就算你吃了都可能不留意 但我覺得這個很健康 如果沒有防腐劑的話 它有點像 Mrsville 它不是很硬 它咬下去是有點質地 又不是很軟 但又不是很硬 它的盒子裡面 還有另一隻 曲奇 它是抹茶 Rasberry 看不看得到 Rasberry 應該很多人都很喜歡 剛才的質地也是一樣 都是一個軟曲奇 因為抹茶味很濃 我可能吃第一口的時候 跟大家說話 沒什麼留意它的味道 但當它口把越久的時候 抹茶香味就越來越出 你咬到Rasberry之後 你會感覺到口感很濃濃濃 因為它是一粒粒果肉 所以口感更加有層次 還有Rasberry本身有一點甜 咬下去的時候 整個曲奇的甜度 就會增加了一點 剛才我們開了一個大曲奇 有一隻大雞在裡面 我們現在開這個小曲奇 小心點 盒子是由兩邊一起開的 我剛才開大盒的時候 就嚴重錯誤示範了那個 就滅爛了一個盒子 大家小心點 這樣就可以保留一個很漂亮的完整盒 裡面有一隻小雞 然後有曲奇 有這個 這個是茶餅 有三顆 還有四塊 蘑菱娜牛油味的曲奇餅 有隻雞 說明是小老雞 它當然是小一點 它就是這麼大 蘑菱娜牛油味的曲奇 有隻雞 這個小曲奇 明顯比剛才大的曲奇 尺寸小很多 一塊應該不止兩塊 還有它薄一點 這個厚一點 好, 我想試試 這個 這個質地比較脆 咬完之後很鬆化 就散在口裡 還有我發現 如果你不太喜歡吃 很大份的零食 這個尺寸是OK的 它不甜 如果比剛才大曲奇來說 這個更加不甜 還有牛油味很香 但平時我們吃牛油曲奇 可能經常會覺得很膩 這個OK 這個不會 另外一隻就是英式茶餅 可能它因為黑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只有一隻雞在這裡 這個跟剛才的牛油味 是有點不同 它的口感沒有剛才的 這個蒙尼辣味很脆 它也是屬於軟曲奇的一種 這個就是黑巧克力茶餅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大曲奇 看看我們大曲奇 它也是黑巧克力 它有70%濃度黑巧克力 但可能它的巧克力粒比較多 吃起來會甜一點 但那個甜度我也能接受到 但相比這個 它的甜度就更加低了 如果你不適合甜的話 這個十分之好 你可以吃到巧克力味 又不甜 非常好 好了 我們開箱了兩盒曲奇之後 是時候要給分了 它的包裝我給4.5分 因為很漂亮 它有一條絲帶很漂亮 其實是因為我擦得不好 它原本是這樣 再有絲帶 我還原不到 但它真的很漂亮 它很可愛 因為它可以這樣拿著 很可愛 好 我很喜歡這個包裝 我給它4.5分 曲奇呢 我給大曲奇是3.5分 細曲奇是4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大曲奇的數量 可能不太多 我最喜歡吃抹茶 Rasperry這個 我想它應該是我們的鎮店之寶 給大家再看看 因為我又想偷吃 為什麼我會給小曲奇 高分一點 是因為我覺得它整體來說 沒有大曲奇那麼甜 而且它的尺寸剛剛好 我不是很喜歡吃零食 我覺得小小快 頂下人剛剛好 因為如果你那個太大 可能要找人分享 除非你是超喜歡吃曲奇 而且它不甜 它不甜 這件事真的很多女生都會很喜歡 因為吃曲奇我們怕什麼 肥 結果就不甜 我想它應該不會很肥吧 還有我們的大老雞和小老雞 我們讓大家看看它的尺寸 是這樣的 拍攝他們倆拖著手 你看到哥哥比較大 哥哥當然比小老大 我又說廢話了 曲奇最開心就是有這兩塊菜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價錢 大盒曲奇168 裡面有400 小的曲奇138 裡面有八塊 這個是八吧 八塊 價錢可能對大家說有一點貴 但因為它是五星級的甜品大師 聯手一起做的 我覺得它貴得合理 還有它有這兩個公仔菜 你平時買曲奇也不會有公仔菜 所以我覺得價錢我會給它3.5分 可能大家會看到價錢距離卻步 但其實打開它是有驚喜和吸引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Sweetie人的曲奇餅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記得去買東西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